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哇呀哇正妹黄老师真实批素颜照在网路疯传 如今真相终于大白了 图翻自微博近期凭借洗脑儿歌哇呀哇 教音乐的舞正妹又诗黄老师在网路爆红 在黄老师相关短评账号里 出镜的她在带小朋友唱歌时 长相甜面带微笑 为许多网友喜欢 不过相关话题和争 仍在持续 与此同时所谓黄老师真实无辟素颜照 在网路疯传 因为与黄老师爆红的视频照片差大 引发网友批评判若两人 如今真相也大白了 雅娃正妹黄老师被踢爆 曾经整形鼻子下巴大 改变变得又尖又翘 图翻设自微博黄老师人红 非多近期就有网友指出 长相甜美的 关掉美颜 静后 长相静盼若两人 不仅皮肤辣黄 水汪汪的 颜也变成了无神小眼 还有网友挖出黄老师层 整形过 反差的画面掀起网友酸暴也差太多 跟不同人吧 原来关掉滤镜长这样 判若两人啊 不 根据陆媒报道 该对比照其实是AI人工智能换脸 官网传图片和视频 疑似源自博主一疑 该博主短视频账号里有不少AI换脸对比视频 也有关于老师的相关视频 按赞和评论数不少 该博主寿表示 对比视频里 右边是原视频 左边是AI换脸特 两个视频里不是同一个人 没有恶意 哇呀哇正 黄老师真实无辟素颜照在网络疯传 如今真相中大白了 图翻设字微博相关技术人士也透露 即有美颜加持 但从五官轮廓分析 对比照明显不同一人 南威软件集团西部大区重庆公共安全 业负责人张总称 目前AI换脸 人脸识别技术已经算很新的技术 许多公司也能制作 对于普通人 说如何识别图片是否系AI换脸 张总建议 除了分脸和脖子连接处是否自然 还可以通过事情被那逻辑来判断分析 如果发现个人的图片合适被盗用的话 可第一时间报警 对于AI换脸制作者 严也要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进行 我看这个镜与点迹 我看这个镜与点底下 我看这个镜与点点 对于我的镜与点台